前總統馬英九和國民黨立委林一華參加會計師公會 寒冬送暖活動 特別送上自己寫的春聯 祝福大家 馬英九要大家小心防疫 但十八年前和平院封院事件 卻認定是地方和中央共同的決策 不只被自己在當年接受專訪的內容打臉 時任行政院長尤錫坤也反嗆 馬英九說話要平良心 因為封院前中央根本不知情 所以我們都沒有告訴他 我們覺得很詫異耶 他的副院長召開了會 他怎麼都不知道呢 這恐怕他自己要檢討吧 衛生署有特級件 給我們台北市政府 要我們立即封院 所以這是一個台北市 跟中央有共識的一個決定 不管怎麼樣 我這邊留很多資料啦 不要再講啦 要講他就越老虧啦 那我們要求著他因為他沒有做到 尤錫坤要馬英九別再硬拗 馬英九火大回擊 還口誤把部立桃園醫院 講成鼠立桃園醫院 鼠桃的問題這麼嚴重啊 他們怎麼有這麼多時間來打口水戰呢 這一點我非常不以為然 我們應該記取這個教訓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須 大家做好每一個的工作 而不是推卸責任 也不是怪來怪去 我們要從失敗中學習 然後找到更好的方法 怎麼會把那個失敗的經驗 再拿出來講啊 和平院誰封院 馬油隔空護槓 蘇貞昌和前副總統陳建仁 也加入戰局 口水戰沒有平息跡象 馬前總統也就是過去的 這個台北市長 他到目前為止 還是堅持封院是中央下令的 瑞德哥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2003年這個紀錄片 和平風暴 裡面馬市長他怎麼告訴大家了 他說好24號早上 我找了邱局長跟吳院長 做了這個決定 那個時候還沒有封院的這個名詞 而是全面的管制人員進出 所以誰做這個決定呢 他自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因為馬英九先生啊 那麼這個前總統啊 他講什麼應該不值得 我們在那邊這個等於說 認為說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為什麼 633做不到捐一半薪水 不是他說的嗎 在哪裡啊 你的薪水在哪裡啊 任人 反正任人怒罵 任人這樣嘲笑 反正我不捐就是不捐 不是這個樣子嗎 那你捐給我看 捐給我看我以後就不罵你 那麼事實上呢 這個到底當年 有人有藍營的名嘴說 現在這個要對抗的是病毒 對不對 今天國民黨的主席江啟臣也這樣講嘛 現在要對抗的是病毒啊 所以要再去談以前的事情怎麼樣 我告訴你 真相 現在去談18年前的和平醫院的風怨 就好像 現在我們要讓這個相關的促轉會 把過去白色恐怖跟這個228事件裡面的 這些冤枉的人 幫他們平反他們的名譽是一樣的意思 為什麼呢 真相 對很多人來講 他們需要是一個真相 那我也在這裡呼籲 我從來沒看過水牛柏 尤其昆院長這麼生氣啊 我呼籲水牛柏把手上所有跟這個關係的東西全部公布 最好讓那位導演先生把它拍成裡面的劇情 讓所有人都知道當年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不用再去維護馬英九了 馬英九人家都說 中央下令地方執行了 全部甩鍋給地方 全部甩鍋給中央地方一點事都沒有 台北市政府都沒有事 都是你們中央搞的鬼啊 那麼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到底誰決定要封城的 蠻有意思的 為什麼 邱淑提 邱淑提事實上這個馬英九在說 我們現在忙著防疫啊 那麼這個不討的事情啊 咱們有時間來打這個口水戰 這一場戰爭是由邱淑提跟你讓日良開始的 對不對 是由他們兩個人開始的嘛 你不講 你們尤其是這個邱淑提不出來講 一把火還沒有衝上這個 等於說腦門了 他今天不是揚言說 如果再對他怎麼樣誹謗的話 他要提起告訴嘛 其實我不知道他要提起什麼告訴啦 不過提告是每個人的這個等於說權利 本人是告含本紀錄保持人罵 如果你被邱淑提提告 記得來跟我請教一下 我會教你們怎麼打官司 必要的時候反告他回去 很簡單 那麼為什麼又很簡單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啊 那麼邱淑提今天自己講 講什麼呢 各位 邱淑提說啊 4月24號一大早 北市府啊 那麼因為考量員工需要時間安排孩子接受 陳慧決定要在傍晚進行封院 第一個進行封院要決定的是誰 不是台北市政府嗎 不是陳慧決定你們就決定了嗎 然後後來就大家回 公文是當時去收到的 然後呢 接到行政院的通知 他要去開什麼會 那麼行政院這邊是說法是說啊 那麼他是因為台北市政府的代表 提出這個說法 提出他們決定要邦晚要封院 然後在下專家學者也認為這樣 所以行政院就好吧 既然要這樣 好各位 那麼邱淑提特別說 图景哲的這個公文裡面寫 立即管制人員進出 所以他說他們傻眼了 這種事需要時間準備怎麼立即 邱淑提你是忘了 你自己不是有票出那個公文嗎 公文不是有寫分區嗎 不是要求你疏散嗎 不是要求你要必須管制人員進出了以後 你要進駐到裡面去嗎 你要把專家學者全部進駐接管嗎 你怎麼都不講 現在有兩個城市 一個是誰要求封院的 我覺得誰要求封院的 歡迎現在各說各話對不對 但是重點不在於說誰下令封院 而是封院後怎麼做 這才是重點嘛 封院後怎麼做 封院後該怎麼做 誰負責做 最高指揮官是誰 如果你要嚴格這樣講的話 是屬於台北市長就是馬英九 蘇宜仁 各位這幾天都去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蘇宜仁當時是秋淑提找蘇宜仁啊 那麼來協助蘇宜仁都回憶說一直到封錫坤找他跟馬英九關在小房間裡面討論該怎麼善後的時候呢 蘇宜仁說他才赫然發現馬英九市長這個時候才進入狀況 你要這句話你自己去找你知道嗎 他說他才發現他才進入狀況 那麼秋淑提講的我在秋淑提這幾天的這個領書裡面 他講的好像他是個局外人啊 他說他們什麼會中什麼決定了什麼五大措施啊 講了半天啊 然後說封院了以後4月24號封院了以後病患員工啊 經恐萬分他也在中央跟地方聯合小組的會議上拜託一些專家進出和平醫院啊 那麼他說由於封院是沒有人的經過的經驗 所以那麼大一個醫院配套很複雜很需要很多時間去但是防疫需要跟病毒 巴拉巴拉巴拉講一大堆我問你邱淑提的角色是什麼 你知道最高指揮官不是中央耶 中央在隔年隔年才修法隔年12月20號才正式修法2004年 我們還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才是現在阿中部長所指揮的這個 流傳染病才可以由他指揮啊 那你還知道喔 現當時最高指揮官是地方的首長就是台北市長馬英九 和平醫院的最高指揮官是誰 執行這一次巴拉巴拉怎麼做的人 我告訴你不是和平醫院裡面的院長 是你邱淑提啊 可是在這裡面裡面你可不可以發現 邱淑提竟然沒有角色耶 你是衛生局長是你要負最大的責任 你是指揮官要教人家怎麼做 然後呢你知道嗎 講到這件事情非常生氣啊 為什麼呢 因為我當年就在現場指揮我的記者們 大家跑新聞24小時 很多人都不敢回家你知道嗎 全部都睡在這個那個那個相關的這個飯店裡面啊 還有一個飯店經理以為生意上門結果後來被file了 為什麼 被知道把這些記者全部都讓他們住 結果他被file了 那麼你要知道 當時台北市衛生局有沒有成立這個所謂的接管小組 有 名存屍亡 實際上還是由吳康文院長 誰啊 和平醫院的院長去指揮 那你知道是誰下的令 誰要他們這樣幹的 那個人叫做最高指揮官台北市長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決定說 既然他都在運作 何必去接管他 讓他自己運作 我們幫他的嘛 這馬英九自己說的 你知道嗎 用個暖七八糟 因為為什麼這幾天 為了這個案子 寫了滿滿滿滿滿 把那個資料滿滿滿滿的 包括和平醫院前精神科醫生 楊志賢 因為我不知道楊先生現在還是不是在和平醫院 他當時他們一大堆跟邱淑梨開會的時候 要提出專業人力需求 然後配備不足的問題要趕快解決 得到的是 他們的衛生局長 愛莫能助跟無能為力 怎麼可以這樣 拍桌子 拍桌子以後邱淑梨說 吳院長 就是剛剛說的和平醫院院長 你是這樣管束你的屬下的嗎 這個都是他們說的 你要告他嗎 你要告楊志賢醫師嗎 這麼多位這麼多位 一位一位全部都跳出來 你要告多少人 然後我最佩服的是馬伴跟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一直到最後來說 我覺得封院的部分 我不覺得有什麼嚴重的過失 因為沒有因為封院而造成更多的死亡 封院以後減少了社區的感覺 這個太明顯了 他在馬伴的那個新聞稿裡面 也是這樣寫的 說和平醫院封院 然後確實有效控制了疫情的外善 雖達到疫情的這個防疫的效果 但是不可否認 相當人也造成心理的創傷 防疫中很少有完美對策 但是總是在困難當中取捨 天啊 你取捨的是31條人命在和平醫院裡面 包括7名醫護人員 也包括那位臨床衛生醫師 然後是一位上吊群短 144個民眾因為這樣而感染 你輕描淡寫的說 總是防疫很少有完美對策 總是在困難當中取捨 原來你是取捨這樣子啊 對你來講你認為封院 不覺得有什麼嚴重的過失 沒有因為封院而造成更多的死亡 那就跟633做不到捐一半薪水一樣 馬英九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怎麼可以這樣欺負人 這32條的冤魂 144個人染的SARS 全台灣也不過346個人染SARS 73個人死亡 都因為你的錯誤決定 你的指揮官沒有做好 你在裡面 我跟你說 不管那個講文 你不是誰決定的 再來你必須 你沒有做不到 你那時候就要說 你台北市長做不到 你衛生局長邱淑提做不到 你就應該要講 邱淑提感謝27號 當年4月27號 葉軍川 進校裡面協助 終於穩定軍心 奇怪 葉軍川那時候 他是花蓮慈濟醫院的醫生 不是應該你邱淑提跟馬英九做的事嗎 為什麼是他去穩定軍心呢 他穿的全套防護衣 跟他的氧氣罩 擊潰了在和平醫院裡面的醫生跟護士 他們沒有人能夠穿著這些所謂的裝備 林成威醫師如果當年有這些裝備 他就沒死 是 當我那天聽到前和平醫院的急診室主任 張主任說 有一位二十幾歲剛畢業來和平醫院服務的 婦產哥小婦士 他突然間衝到急急忙忙來找他 他問他為什麼 他說我發燒了 我不想死 結果沒想到他被送到這個松山醫院去了以後 七天後小婦士就過世了 這幾十個人的人命 家破人亡 妻離子散 對你們來講你竟然跟我講說 沒有造成更多的死亡 然後呢對你們來講 你們竟然說 總是在困難當中取捨 你們取捨的是人家的人命 跟取捨人家的一生 而你們竟然說 當年你們沒有錯 來 瑞德哥講到整個真的火氣都上來了 包括這個過去的行政院長尤錫昏 今天也是火大反擊 說馬前總統你講話真的要佔良心 不要再硬拗了 我們稍回來 來聽一下范老師的補充 回到節目現場 要來請教一下范老師 其實大家說真的 2003年的時候 面對這樣子的SARS病毒 這是過去台灣從來沒有應戰過的 所以包括其實醫界 大家真的也是非常的驚慌 所以坦白講 針對這個瘋願的決定 大家是沒有太過多的指責 只是說你瘋願下去之後 你很多的配套沒做好 你物資也不給前線的醫療人員 這才是今天大家氣憤的關鍵 其實我們看到公視的紀錄片 那時候馬英九他認為他當時的封院的決定 他認為是正確的 而且他認為他那個時候前綱獨斷 立刻下決定 那個時候大概一般民眾 因為並沒有去質疑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當時2003年還沒有手機 沒有手機 裡面的員工 其實我們看到當時 有和平醫院員工的話 是他們寫出來的信 一般民眾其實是比較支持政府 因為我們那時候不曉得裡面的情況 大家相信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當時是政治精童 馬英九當時大家應該長那麼帥 然後之前大家還知道 那個時候白曉雯命案的時候 他是法務部長 他毅然決然辭職 大家覺得他很負責 他對當時的自然他負責 然後去政大當教授 然後後來又來選台北市長 高票當選 把陳水北打敗 陳水北要連任來輸給他 陳水北那時候名調很高 所以馬英九那個時候等於說是 他認為這一場是他未來要再進一步 選總統的一個很好的一個 表現的機會 所以他當時就做這個局 所以他當時他認為說是沒問題的 所以他說是我決定的 怎麼今天就說 又推給了說是中央命令的 這兩個完全不一樣 你當初是台北市政府 你剛剛大家都講過 他是主要的防疫的指揮部 就在台北市政府 所以你是指揮官 你只是通知行政院 行政院是被通知 但行政院當然當時也同意 所以你怎麼做 但是我覺得說今天去甩鍋 我覺得蠻有意思 蠻意思 我覺得你就展現出你的 他現在是發覺到 因為這個問題又被吵起來了 所以他開始說這個是中央的命令 難怪尤其會那麼生氣 第二個剛剛講說邱淑提說 怎麼沒有經驗 抱歉 這篇和平醫院員工的話裡面 是什麼時候提出來的 他當時就是在 大家看一下 92年的4月25號 就是封院的隔天 也就是他們後來 他們因為9月20 4月25號 因為4月24號當天 封院了 當天晚上 邱淑提有跟這些員工 舉行視訊會議 所以才有這封信 那這封信裡面其實已經告訴了 市政府要怎麼做了 他說看看對岸 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 他們把1000多個員工 檢疫 隔離檢疫 他們把員工集中在一個地方 然後把病人轉移到另外一個醫院 去做医治 這樣的做法 這做法跟我們目前的桃園醫院一模一樣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分艙分流 而不是把大家 全部放在一起 沒病的也染病的 所以這是今天大家看到 那我問你 所以他這邊提到 他說 馬市長邱局長你的良心呢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已經告訴你怎麼做了 而且他還講 他說 當初我們知道 台北市政府是跟行政院的副院長林信義 有溝通 然後達成了所謂的五項結論 其中當然第三點他說 和平醫院員工全速召回集中隔離 第四點 由台北市政府評估 集中隔離所需的處所 提出需求跟地點 中央全力協助 搞什麼 第一個要你找出地點 為什麼沒有找 剛剛講過 連中國都可以把醫護人員 或者是有感染跟沒感染做區隔 台灣做不到 而且中央已經叫你要做了 你沒有做 還有中央說全力協助 可是我們看到 當時和平醫院裡面 他們封院的時候 既然他們裡面有講 一天只吃一包麵 沒有睡 只能睡在地板上 因為沒有床 還有病患都在床上 他們是穿著睡袋 躺在冰冷的地板 那時候四月份還很冷 污汁為什麼不進來 甚至當時的醫院裡面 連防護衣都沒有 他們甚至有人穿雨衣 那我覺得奇怪 你休暑提 然後這些員工就問 休暑提怎麼處理 休暑提說愛莫能助 兩手一攤 你為什麼中央要協助你 你不願意去協助 你為什麼開不了這個口 是因為說 我們是藍營的國民黨 那中央是綠營的 覺得開口很可恥很丟臉嗎 所以你看他們這邊有提到 他說我們要請教馬市長 你是把我們員工的生命當作 中央與地方抗爭的棋子嗎 他意思是什麼 你不願意跟中央抬口 然後這是等於說 你等於對外說 我們資源很豐富 這是對外面撒謊 是 然後你又對裡面的員工 撒謊說我們愛莫能助 明明中央要給 所以員工已經提到了 其實醫護人員說 林信義的五項結論 你為什麼不落實 他還提到說 行政院的發函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圖醒澤當時有發個函 剛才明友有提到的 他說要成立接管小組 要含足夠支醫療級行政人員 進入和平醫院 請問一下有沒有成立 沒有成立 所以他說 這些醫護人員說 你要我們自生自滅嗎 他說林馬政府 你有膽量關閉一個醫院 你就要有能力去接管 你要隔離900多個員工 你就要提出配套措施 不能夠害了病人 也害了員工 而且害了你馬英九的疑似英明 表現什麼 他覺得你今天這個決策 是有政治考量嗎 為什麼講疑似英明 他們只要告訴你 今天這個決定是這樣的 你看到最後他們提到一句話 我覺得看了真的讓人家掉眼淚 他說 每個14天之後 又再14天 我們走不出這個醫院 我們死定了 他們認為他們死定了 他們沒有明天 所以我覺得你邱淑提 你第一時間 你沒有進入到這個醫院裡面去 結果這封信是誰看到的 這封信是葉晶川看到 所以葉晶川身先士卒 一個前局長 我真的覺得葉晶川 我非常敬佩他 他當時跟他沒有關係 他在實際當他的院長 該怎麼回 他看到和平醫院 都是台北市政府的員工 也是他過去的屬下 他就是邱淑提前任的衛生局長 他覺得我這個時候我要站出來 我要進去 就他進去了 他擔任了邱淑提的位置 那你邱淑提 你在進去醫院的時候 你帶著全副武裝 像太空衣一樣 護目鏡 連氧氣孔都準備好了 可是你根本不想呼吸 和平醫院的一點的空氣 那我問你 葉晶川看了眼裡不覺得 你為什麼不幫我準備一套 台北市是首善之都 會不會 要不要每一個裡面的 醫護人員都準備一套 為什麼就你的命比較值錢 葉晶川的命不值錢嗎 所以我覺得 他自從讓我感覺就是說 你作為一個指揮官 難怪當他進入到 這個醫院裡面的時候 這些醫護人員真的很生氣 你給我們什麼樣的裝備 你自己穿成怎樣 你自己穿成這樣子 然後你對外一付就是 好像我們的資源很豐富 其實裡面的東西是 一個人一天只吃一包麵 你可以跟 你抽出一根出來講 我們這裡面沒有食物了 請大家募捐 我相信 就像這支陶醫 大家都在捐歐阿密刷 捐什麼 我相信當時民眾也願意捐 是 你為什麼不開這個口 你是為了面子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不道德 結果你這樣子的情況 造成裡面的資源 非常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覺得 他說 邱局這封公開信 邱局長你這種做法 哪裡是隔離治療 你根本不把我們和平醫院的900多個員工當人看 這是完全是針對邱淑提 范老師剛才拿的這封信 這是醫護人員 當時被關在和平醫院醫護人員所寫出來的信 民嫌議員 剛才老師也提到 邱淑提後來是視訊跟醫護人員開會 人家跟他要物資 他只說他愛莫能助 這醫護人員聽了不心寒嗎 SARS那一年我也採訪 我當記得當了四年了 我也帶了N95口罩到高雄長庚醫院去採訪 那時候和平醫院是四月爆發 長庚醫院是五月 是 所以我也進駐到第一線區 我帶N95口罩 那時候一般民眾其實戴口罩的 除了N95之外 一般戴醫療口罩 在街上不多 因為有控制住 所以相關對於和平醫院的過程中 相關檢討 檢察院有就證報告嗎 都有 其實學術論文很多 包括醫界學術論文 針對和平的 針對長庚 長庚後來因為爆發SARS之後 其實也主動封城封柔都有 其實那一年比較 2003年比較突然的一個情況底下 因為面對SARS 你到底要不要把它 要不要把它列為法定傳染病 行政院也在討論 譬如說你要 我看新聞稿 老講已經十幾年前 十七八年前的事情 我要回去查一下 原本3月24 是行政院在討論說 這不列為第四級法定傳染病 然後3月28 列為第四級法定傳染病 為什麼 因為列為第四級 你才能升高它的警戒 還才能擴大它的相關的防護措施 那和平院當然4月 4月封院 大家可以討論說封院 封院的決策到底對不對 封院完之後 裡面分艙分流 有沒有做好 這些都可以檢討 監察院絕診報告裡面其實也都寫得很詳盡 那你現在 剛剛明佑說到很好的 你現在去就責一個十七八年前 老講你在就責馬英九決策到底對不對 那馬英九其實已經卸任總統 他從台北市長卸任來顧 老講今天討論過程 想瑞德說的 就是說你要討論他真相不是不可以 可是今天就像回歸一個 就是說你討論那時候的模式 前是不忘後是之師 討論那時候的過程中 有沒有對於現在的防疫有沒有幫助 這很重要 封院的過程中分艙分流 那時候裡面包括醫護情況 老講我們也打電話 我那時候 我記得應該是有某報的記者 在和平醫院封院前一天進去採訪 後來他也被關在裡面 所以那些記者才寫出 封院的相關的慘境 醫護面臨到的困境都有 因為那應該是台灣有史以來 第一次被封院的狀況 確實裡面調度有狀況 醫護的情況非常的不好 那些後來包括某週刊 也都把他一五一十的寫出來 後來我記得那媒體記者 應該有被報私還是有被懲處 我忘記了 因為年代有點久遠了 可是類似這種狀況 那怎麼後世不忘前世之師 如何記取當年的經驗 這是要做到的 那相關的我覺得 中央跟地方 你要怎麼去做釐清 中央地方一定都有責任 特別你2003那時候 面對SARS一個第一個 比較一個未知的病毒的時候 你怎麼去釐清當初的責任 馬市長當然有他的責任 中央也有他負擔的責任 所以現在要釐清楚 我覺得與其檢討那時候 誰的政治責任 司法責任 甚至相關的醫療的責任 那我就說把那時候的經驗 移植到現在比較重要 現在布桃是一個 布桃相關 我覺得這事件 未來有可能 如果今天30之後 明天如果40 50 沒有本土病例之後 可以控制住 那這次做得很好 可是相關的 包括第一個 分區分流 分艙分流 有沒有做好 仍然可以檢討 譬如說 當初全院2500個醫護 要不要做篩檢 這個其實也可以做檢討 我覺得說 前世不忘後世之思 一個檢討 把所有力量去檢討 17年前的一個案例 是要做為現在如何去改進的 一個動力 而不是說 你事實上每過去 我覺得 今天蘇貞昌院長講得很好 就說與其去過來 不如去記取教訓比較重要 明賢這個我補充一下 稍微補充一下 明賢所說的 李明賢是這一兩年以來 我覺得中國國民黨 民意代表裡面 我比較認為有講道理的 少數有講道理的人 那麼他所說的話 理論上也沒有錯 不過問題都在這個地方 邱淑提跟馬英九 都不認為自己有錯 你有沒有發現 這場戰爭是他們引起的 然後你自己說 對我們的防疫有沒有幫助 當然有 沒有經過當年SARS的 恐怖跟可怕 我問你 我們台灣為什麼在去年 可以大家都 乖乖的戴上口罩 然後排隊去買酒精 然後消毒成這樣 成為世界的楷模 就是表示台灣經歷過了 你看日本 產成什麼樣子 對不對 所以現在還有一個 前衛生署署長楊志良說 台灣過了幾個禮拜 可能變成日本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開始你說的對 還是現在做的對 你說對台灣的防疫有沒有幫助 當然有啊 要不是因為當年的 和平議院封院 怎麼會在隔年的12月20號 修改了相關的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 相關辦法 把現在我們 終於每天可以聽到 這個陳時中 陳時中 陳時中不想不是神啊 他如果是神他就不會感冒 你知道嗎 他也不是無懈可擊的 但是呢 我們發現什麼事 趕快去把它解決 趕快去把它做嘛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麼SARS事件告一段落 終於在台灣銷聲匿跡了以後 第一次帶全家到北海道去 日本跟日本 日本那個艙門 你知道嗎 總共就像秋薯提穿的那樣 他沒有帶有氧氣罩這樣而已 然後所有 全部把我們當作好像洪水猛獸一樣 你知道嗎 然後到了日本以後導遊 後來到了北海道其中一個地方說 這裡所有的業者 只有一家聽我們台灣 願意讓我們去 我還記得我們揮軍一去 買了日幣五十幾萬 你知道嗎 他還出來全部跟我們倒一些 這種叫台灣難耐這樣啦 因為我們走過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在跟你講 誰對誰錯誰 誰要負責 誰的作任 誰什麼口水戰 不是口水戰 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的話 那很簡單 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 我們就不需要出轉會了 我們所有的這個名譽 名譽的這個等於說 評估都不需要了 我們看現在嘛 不要看過去 這個話好像過去 有個台北市長講過對不對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真相 我們要的是真相 因為你們這兩位當事人 跳出來把所有的 甩鍋給所有其他的人啊 還說病毒是民進黨放進來的 這樣的話 你怎麼可以講這樣的話呢 如果不是你邱淑提 如果不是你買酒 那講白了 今天其實我們大可不必 在這個地方討論 因為我們要討論的是真相 我覺得邱淑提這個 來沒關係 范老師我們稍後回來 廣告一下稍後回來 繼續來討論 國民黨前朝的官員 老師對於我們的指揮中心 有非常多的指教 我們先來看到 台灣目前的確診人數 加上今天的三例境外 是893位 日本確診人數是369,000人 死亡人數也超過5000 不過范老師我們看到 楊志良他怎麼說 他說台灣的疫情 有五成以上的機率 可能我們未來兩三個月 就會跟今天的日本 疫情狀況差不多 這又是在唱衰了嗎 我覺得這個質疑 我覺得楊志良要把你的根據 講出來 否則的話大家會覺得 你是不是危言聳聽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的確 我們跟日本的話 死亡人數差這麼多 真的是天差地別 但是你楊志良第一個 你是台大公衛學院的教授 你也曾經當過衛生署署長 大家認為你用你的專業 請告訴我 你是根據什麼樣的統計方式 統計出來 楊志良這個統計學很厲害 否則你這樣大家會覺得 我們會認為你想的是真的 所以我常常講 如果今天我搭乘飛機 旁邊是一個機師 他住我旁邊他說 我告訴你這飛機等一下會出事情 你會不會緊張 當然會緊張 因為你是機師 我相信你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是說 你任何一個有專業背景的人 講話要非常非常慎重 否則你會造成什麼 整個社會的恐慌 我請問一下 如果今天日本是明日台灣 今天日本的慘狀 我相信大家一定要趕快 囤積各種的醫療用品 因為日本的醫療已經崩潰了 我們看到現在日本的 感染武漢肺炎的病患 我講是已經感染的 有一萬五千多人 目前是沒有醫院可以去救治 因為醫院太滿了 醫院整個都醫療崩潰了 醫生護士都落跑 都跑掉了 因為他們覺得 國家沒有提供我們資源 我們幹嘛在這邊 所以醫院就是醫生都丟虧氣甲 護理師也跑掉了 你看連東京有7539個病患 我想是已經染病的 武漢肺炎的病患 沒有醫院可以救 沒有醫院 跟上個月比增加了4.8倍 這表示什麼 整個醫療系統 根本就沒辦法做 連這些已經染病的人 他只能夠到處趴趴走 他對於我們的整個東京來講 對日本來講 那是不是造成更多的問題 可是已經沒有辦法 菅義偉已經束手無策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 如果是台灣今天變成這樣 那多可怕 所以我是覺得楊智良 不要這個時候講這些話 你是要證明你的預測很神準嗎 但如果你是有依據的 你拿出依據來 否則是這樣子 我覺得今天會造成不必要的擔心 再來我講這個邱淑吉 楊智良我必須要講 他是從頭到尾都在談那個疫情 從去年以來 那無疑不渝 每個件事他都要講 那邱淑提就是去年 我們看到他都沒有在談 武漢肺炎的事情 他直到什麼時候開始談 就是桃園醫院這個事情 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你為什麼這個時候忽然講這個 而且他認為 我們這個防疫是沒有邏輯 而且他認為應該要採取 封院的這樣類似封院的模式 那他就講說 你是不是在批評 目前的桃醫的處理方式不對 然後你認為 因為我們知道桃醫當時還有門診 我們今天還有門診 裡面還有住一些病患 他是不是就說 連門診都要關起來 就要完全比照和平醫院 然後來凸顯他當初的 和平醫院的決定是對的 否則我不曉得這個時間點 為什麼那麼巧 如果你是用這個方式 來漂白自己 來證明 我認為或在他心目中 可能他的確認為 和平醫院是他人生當中的一個 可能就是一個他不願意去面對的問題 或他認為是他一個污點 就他想要漂白 拿這件事情來漂白 結果怎麼樣 適得其反 所以今天不是說 我們要去討論和平醫院 是你邱淑提自己 哪壺不開提哪壺 你這個時候討論討議的問題 那你討論討議的問題 大家就會找 當初你和平醫院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今天 他可能想拿這件事情來 來證明自己是對的 結果是適得其反 所以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 在這個時候大家 我覺得 我真的 楊智良為什麼我覺得 這個 這個 葉金川為什麼我覺得我很佩服他 楊智良在 在對我們的防疫 比手話講的時候 葉金川是告訴他不要講話 對 葉金川到今天為止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肯定他 不管他的黨派 他謹守了一個 我不隨便發言的一個立場 因為他不想製造更多的口水 他不想造成防疫單位的一些 防疫的一些問題 你想想看 一個指揮官今天要指揮大家打仗 結果旁邊的那些人說 你這個彈術不行 怎麼可以這樣打 怎麼可以用手榴彈 要用機關槍 在那邊指手 那你這個指揮官怎麼辦 下面的阿兵哥想說 你看這個指揮官 被旁邊的大家一言我語 那你怎麼指揮下去 你怎麼作戰下去 所以我覺得葉金川他做好一個 非常奮契的一個做法 對 所以我覺得 今天邱淑廷也好 楊世良也好 我真的希望你們 而且你們現在的說法 都會被掛到國民黨 國民黨概括承受 國民黨其實我覺得 楊世良其實已經不是國民黨黨員 大家都認為他是 馬英九時代的衛生署署長 然後邱淑廷也是馬英九時代的衛生署署長 當年的一個重要的局長 大家都覺得把你掛鉤在一起 國民黨現在也沒辦法 也沒人出來制止他們 然後再加上吳思淮這些人講話 所以我覺得這場防疫當中 為什麼我們看到就是說 大家覺得對防疫的肯定 然後再加上國民黨這些政治人物的發言 會產生一個很大的對比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我們就一起 不要再去講那些有的沒的 大家就專心一起來共同團結 努力來防疫 這是最重要的 沒有錯 剛才范老師說 這些前朝的官員講這些話 國民黨會不會也覺得很衰 需要蓋瓜承受 來請教一下明顯議員 楊志良這樣講說 我們台灣目前才893例 我們確診數遠遠不及 這個日本的36萬9千人 結果他說我們的疫情 50%以上的機率會跟日本差不多一樣 日本現在是醫療大崩潰的狀況 所以楊志良這樣講 是在恐嚇我們台灣人嗎 你自己就算出來 893跟36萬這比例差那麼多 893如何追上36萬 好啦就算日本的十分之一 那也3.6萬人 我們連他們的尾數都不到 他們是36萬後面還有尾數 搞不好尾數都超過我們 所以這不同不同比例 所以我就說 第一個我們防疫之所以做得那麼好 第一個指揮中心一定有它的功勞 陳人中扛這台 扛這台扛這麼久 還有我們第一線醫護人員付出那麼多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全台灣所有人的功勞 當然指揮中心跟醫護 它功勞最大 那所以我覺得要予以肯定 那只是說你接下來大家對於防疫 大家比較擔心 接下來開始你看歐美幾個國家 那甚至接種疫苗 那日韓二月底要開始接種了 日本跟南韓 那台灣如何在目前的防疫基礎之下 可以做得更好 我認為是不會變成台灣 我知道我沒有醫療知識 沒有那麼高深的醫療知識 可是我從數據來看 800幾個到36萬 那數字差很多 我是用我基本的數學 數學嘗試去計算 不可能變成那樣子 可是我覺得說還是要提醒一下 因為不只包括楊智良跟邱淑貴 我是認為他也不是主動發言 媒體去問 媒體問他說 你對這個意見看法是怎麼樣 其實媒體也不是只有採訪這兩個 媒體也會採訪蘇毅仁 蘇毅仁也是CDC的前主委 而且他是阿扁時代的 他也提出各種不同的見解 他也認為說 今年疫苗要趕快拿到 疫苗要打 如果商業不打了之後 我們下半年會 狀況不是很好 他也類似 所以我就說 像這些過去對於SARS 有經驗的這些人 他們提出各種建議 我覺得也不用過度去負面解讀 就把他當作說 防疫我們目前做得很好 未來可以做得更好嗎 你就是覺得說 他們的講法 某些層面就是 大家思考一個 我們需不需要烏鴉 就是說我們在講的那一句話 做最壞的打算 然後做最好的準備 目前指揮中心就是做最好的準備 可是你要不要做最壞的打算 還是需要 就說 布桃這件事情 大家都不需要發聲 可是布桃發聲了之後 提高大家的防疫意識 警覺 警覺了 口罩都戴著了 不然之前沒有布桃的時候 大家口罩 有些人確實沒有在戴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 有些專家學者的建議 當然 范老師說得很好 這些人提出他的論點 跟他的專業數據說 為什麼從800多例不到900多例 會變成日本這樣子 他當然不是數據上 可是我們不要布上日本的後塵 我們怎麼可以做得更好 我相信指揮中心有他的做法 跟具體一套 我們剛剛從討論和平 和平奉願17年前的經驗 到現在布桃的經驗 建立SOP之後 我相信我們做得一定可以更好 沒有錯 但我們在關心完疫情之後 大家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我們就要看到 是國際焦點了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向美國新任的總統拜登喊話 呼籲要來合作互利 不過這番話馬上就被白宮打臉了 稍微回來一起來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5號在世界經濟論壇上致詞 長篇大論衝著美國來 在國際上搞小圈子 新冷戰 排斥 威脅 恐嚇他人 動不動就搞脫鉤 斷供 制裁 雖然沒指名道姓 但顯然是在對剛上任的 美國總統拜登喊話 習近平高談擴論 尊重 包容 合作 要尊重和包容差異 不干涉別國內政 通過協商對話 解決分歧 幾個年 中國在家裡 更加自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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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名挺台 前美國國防部官員唐安竹 接受德國之音專訪時分析 迅速表態 代表國務院 不需要經過層層商討 可見美方 在中國政策上 已經有明確想法 絕對不容許 在國際場合上面 中國會藉此 見縫插針 或者是 或者是借其聲勢 態度 一樣是跟過去一樣 堅決跟果斷的 那這個部分我想可能 超乎了中國原來想要 這個壓力測試 美國的 的 的想像 學者分析 出了經濟 軍事議題 白宮也說 將多邊因應中國威脅 跟同盟國合作抗中 再再讓習近平 碰了一鼻子灰 我們看到習近平 在論壇上面這樣講 說國際 在國際上搞小圈子 新冷戰 恐嚇別人 動不動就搞什麼脫鉤 什麼制裁的 明佑哥這很明顯 就是在考生美國 可是美國也不是省油的燈 人家白宮發言人 跳出來講 對中國的戰略方針 是不會改變的 明佑哥 我們一般印象中 美國總統當選 然後就任之後 第一個事情 就會打給各國元首 尤其是很重要的幾個 中國 日本 澳洲 世界強國 對 英國等等 各位知道嗎 拜登上任到現在 已經七天了 還沒打給中國 所以習近平當然緊張 我照理說 你上任第二天 我可能就接到你電話 要互相合作 可是我現在緊張是 你不跟我講 所以他在經濟論壇 會講這些話 我完全不意外 甚至加強對台 所謂的恐嚇動作 我也不意外 因為美國的政策 非常清楚告訴你說 我們就是延續所謂的 川普的政策 當然 你說決策圈 它是這對國際局勢 你看 習近平講到 他其中還講到 所謂供應鏈的問題 其實他們的怕不 他們很怕 可是他們的中國的這個財政局 又講說 我們的GTB 成長2.3 你看不受疫情感染 你看我們這個地價 同樣跟你去 我給各位報告一件事 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 跟習近平說的話 有出入嗎 出入這麼大 因為確實他會 習近平會出來講說 這個供應鏈被壟斷 對他們影響非常大 制裁非常大 他又很有氣勢的這樣子講 就表示美國做的方向是對的 所以你看布林肯 要上任之前 到眾議院去做 內閣報告的時候 他是不是講得很清楚 對台灣問題 是延續性的國際問題 所以對台灣參與國際的保障 是延續性的 所以你看光葉倫 新的財政部長 他就很明確告訴你 你中國沒有改善 我們一樣是做制裁的動作 在未來這還進進所謂的談判 可是到目前這個階段 你們中國沒有改善啊 所以就是在打臉習近平說 你講那麼多都沒有用 這一條路已經是底定了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觀眾朋友 有很多人一直在稱讚說 中國你看在防疫之後 他的經濟成長非常好 你看他們的國防武力非常好 尤其我們南投選出來那個馬文軍 最喜歡戰送中國的武力非常好 美國制裁下去 他就這樣就可以悶著打 然後不敢改 然後就出來說這些話 老實說那一段話 你昨天有認真聽習近平講 丟臉 這是有史以來 中國國家主席做最丟臉的一次 為什麼 因為他說講的話 其實他用很強硬的一個語氣 可是在告訴你說 其實中國現在鍛鍊之後非常慘 所以用多邊主義之後 他也非常慘 所以很多國家跟美國同盟之後 他非常慘 他不可以說非常慘 他只能跟你說他們反對 所以我要告訴他說 台灣現在是優勢以來最安全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高勝中國的軍機擾台 你看上幾天 美國隨便會禁隊來 你看拜登上映這幾天而已 誰派這個鑑庭來 韓國母艦群都已經在巡視了 所以他沒有對中國有警覺 依舊警覺 所以在美國拜登當選之後 就任之前 我們都一直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你怎麼放心 我想說放心 因為美國的價值跟美國的立場 是延續性的 而且執政黨老實說 跟民主黨也比較有默契 那如果是延續性 加上他最近用的幾個幕僚群 各位注意看 除了是多元族群 多元女性很多之外 他們有台的程度 超乎各位想像 所以未來我們所謂的 台美之間的交流 我想會更持續性 參與國際會議的程度 會更提升 但是台灣依舊要像 蔡英文總統一樣 千邊面對中國問題 因為蔡英文總統的不照鏡 才有今天的結果 沒有錯我們看到 剛才民友哥也講 拜登上任之後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打電話給習近平 而且白宮翻人這番話 瑞德哥他們聽起來 美國現在對中國的態度 是很強硬的 習近平剛剛所講的話 說要包容差異 包容差異 你應該去問問馬雲的阿里巴巴 因為他遇到了40大道 聽說阿里巴巴要捐10%的股份 然後聽說茅台要捐20%的股份 我看全部捐出來就好啦 你知道嗎 為什麼 馬雲應該是要想換一個自由生 平安生 那麼可以安全的離開這個中國吧 那至於 聽說他們 中國為了 因為我們的大使啊 蕭美琴會出現在白宮的草坪上 他們事先知道 他們的大使技能就不去了 不去了人家不理你啊 你知道嗎 你要去見美國拜登政府高層 人家也不甩你啊 然後呢 習近平講了巴拉巴拉講一大堆 最後沒辦法 連那個共機 連繞了28大堆 或者人家不理你 見小丁收起 今天開始要軍演 他就在測試拜登政府 到底怎麼樣嘛 不過顯然拜登沒有 習近平想像的那麼軟弱 你知道嗎 所以呢 那麼習近平如果繼續碰壁 繼續碰釘子的話 對台灣未必不是一件好事